大家好 在今天北部的朋友 你会感觉到高温的部分略降 因为今天中午的台北的高温 在33.9度 没有到35 6度 因为最重要的原因 天空当中有些云层 把阳光给遮挡住了 还有一点 你如果今天出门骑车 你会发现到 这个风吹起来还满舒服的 因为最主要整个风向 有一点偏着东北东风进来 因为我们的外海 有个小的低气 为北部地区带来一些 比较舒适的天气 但是对于中南部地区来说 仍然是中午热 到了下午以后的话 午后震雨的状况 仍然比较明显 不过说到傍晚 来给大家看一张照片 这张照片是我在6点45分照的 我们可以看到 6点45分的台北的天况 这是我们公司屋顶上 我们看后面那栋大楼 屋顶上的洗窗机的 这个架子 可以看到远方的话 可以看到有一些 这个云层的发展 天空当中 已经到了晚霞的时刻 这里是那个 圆山饭店在这边 可以看到晚霞的时刻 太阳刚落入海平面 整个光影照到了云幕上面之后 使得天空当中 透射出一片火红的感觉 还满舒服 满特别的一个景象 给大家欣赏一下 那再来我们就要来讲讲 明天的天气 要怎么样的变化了 我用几个不同的地点 来告诉大家 天气状况要注意什么 往北走 云层多 高温部分略微降 明天北部的高温 也是在大概34到33度左右 那云层量来说 就是因为我们的东边 有个小的低压的关系 雨的部分呢 只有在台北的东边 阳密山地区 偶尔飘一点哦 因为风向还是有点偏着 东北东风进来 下午后真雨的状况呢 会在木栅 新殿 深坑 山区的部分会有一些 那到了新竹 桃园 山区部分有一点点 可是往南走就不一样了 雨伞一定要背着 因为明天的午后震雨 跟今天一样 从嘉义 台南 高雄 屏东 相对的会比较明显 因为整个大环境风场 开始变为一个西南风上来了 午后震雨 海面上水气带进来 会有震雨的状况 而山区的部分 也因为下午的时候呢 这个水气进来 山区大约是在 一千 八百公尺 到一千两百公尺左右 这个的山脉部分 都容易会有起雾的状况 不管你在山上爬山或行车 下午的时候 要特别的注意 而到海边 风浪还蛮小的哦 不过因为吹西南风的关系 所以你如果在海边活动的朋友 还是要特别注意 有时候因为风场吹西南风 那个海流的方向 各方面你要注意一下 不要到时候等退潮的时候 人反而被拉出去了 这一点要特别注意哦 海边 那我们的天气形态来说 有短暂雨 中午以后比较明显 礼拜四以后开始 西南风会变强哦 到了中南部地区的震雨状况 会随着从星期四以后开始 逐渐的增多 因为大环境要变成 西南季风了 说到这个部分 我们先来看看今天的雨哦 雨的部分在高雄山区 屏东山区 嘉义山区比较多 平地的部分就比较少一些 往北走你可以注意到 北部基本上没下什么雨哦 只有零星的几滴雨 在山上的部分出现 晚上的雷达上面 可以看到水汽的移动方向来说 这个在南部地区的水汽发展 正在逐渐的消散当中 而在台中这边的云层发展 也已经在逐渐的消散 所以可以注意 整个云带的消散的速度来说 等到天黑之后 还蛮快的消散呢 那我们从这张卫星云图上 我们可以注意到 在我们台湾的东方 有一个小的低气压 差不多是在石原公古岛附近 这个低压没有发展机会 这个低压的水汽发展来说 最主要它有些水汽发展 会因为整个风场 有点吹着偏的东北东风 到北风进来 所以使得北部的确 感觉起来舒服 这个为什么没发展机会 因为最重要在于说 我们从这张东亚的 色调强化云图当中 可以看到台湾在这边 这里是个小低压 那这个小低压 明天就会逐渐的减弱 那大环境场在这个范围之内 是一个大的低压带 这个大低压带当中 目前看来比较有机会发展 会是这一颗 这一颗比较有机会 那你可以注意 整个水汽的输送方向 是这样子拉上来 为什么 西南季风 西南季风的水汽 过了南海 到了旅宋岛南边的岛屿区 从中南半岛送过来 中南半岛这边都是午后震雨 这里都是午后震雨的状况 所以你可以从这张图上 明后天开始 西南季风的水汽发展 会开始逐渐的接近 我们台湾的上空 而使得我们台湾上空的 水汽发展量来说 将会逐渐的变多 从地面图上可以看到 在未来我们要注意 这一颗系统 它纬度比我们台湾高 所以它对我们是没有影响的 未来如果东边的太平洋 高压偏弱的话 它就会往日本的 东边的海面走 那当然在这边消消长长 不是就这颗会发 有时候会南边一点发起来 那也有可能就是 往九州的方向移动 所以这未来的变数来说 等下礼拜以后再说 但我们的环境场 会因为大环境场 这个就没有了 再来我们大环境场 就变成是西南季风场上来 所以要注意的是 再来我们的风场 因为西南风 南部地区时刻 就会有震雨的状况 季风带进来的水汽 使得降雨状况 不仅限于中午以后 早晚的时候都有机会 可是北部地区 在西南风过来的时候 北部常常就是高温炎热的天气 所以南北的天气 我们从礼拜四以后开始 就不太相同了 所以要注意 礼拜四以后到下个礼拜的时候 都会在这个季风场的范围之内 那季风的整个风场 什么时候改变呢 那我们就要等到 日本的东边的这个低压系统 不管它有没有发展 它整个到了日本 高纬度逐渐离开 到北海道 或者往韩国走了之后 我们的整个环境风场 才会开始逐渐的转变 好 接着来看温度了 先注意到晚上温度 今晚还蛮舒服的 记得出去散步一下 白天的高温部分 北部地区略降 云层亮多 吹着东北东风进来 中部地区是午后震雨 下午山区都容易有浓雾的状况 南部地区12还是有午后震雨发生 主要是在山区的部分 而到了东半部地区的云层多之外 有时候阳光还是要从云风中露些脸 那歪岛地区来说是属于天气 澎湖在西南风雨下 明天下午以后就有点局部降雨 未来一个礼拜我们可以看到 水气发展在南部地区 在未来几天会增多 歪岛地区到礼拜天增加 小丁明两件事情提醒 天气了多喝水活动 记得被语句